大家好 上一期我们了解到过去十年新加坡在加密行业发展路上的起伏状况 今天我们看一看新加坡十年的监管之路 自2013年6月以来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一直提醒消费者和企业 注意与虚拟货币交易相关的重大风险 继2016年首次贷币发行ICO热潮之后 MAS于2017年8月澄清如果贷币以证券形式构建 ICO必须遵守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现行证券法 在2017年8月10日与商业事务部联合发布的消费者咨询中 MAS还建议消费者进行禁止调查 以了解与ICO和涉及数字贷币的投资计划相关的潜在风险 然而当时虽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专门监管新加坡的虚拟货币中介机构 以解决潜在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 但他表示不会对虚拟货币本身进行监管 在2017年10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常务董事Ravin Maynang还曾表示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想要监管加密货币 2017年12月 恰逢比特币价值迅速上涨 2017年12月从2017年1月的区区1000美元达到近2万美元的峰值 并且鉴于随之而来的对加密货币投资的兴趣增加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一步强调公众应极其谨慎的形势 并了解此类投资伴随的重大风险 尤其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警告称 加密货币价格的飙升很可能是由投机行为推动的 因此存在价格大幅下跌的高风险 并且没有针对加密货币投资的监管保障措施 5年后快进到2022年 这一年标志住算法稳定币Terra USD的崩溃 以及加密贷款机构Wire Digital Celsius Network和BlockFi 加密对冲基金三件资本等主要参与者的垮台 以及最近FTX 2022年1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采取措施 限制在公共区域进行加密货币服务的营销和广告 并禁止以轻视其风险的方式描述加密货币交易 2022年10月26日 也就是FTX于2022年11月11日申请破产的大约两周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两份咨询文件 列出了减少加密货币交易中消费者伤害风险的 拟益措施 关于数字支付拟益监管措施的咨询文件代币服务 并支持稳定币在新加坡数字资产生态系统中的发展 关于稳定币相关活动的拟益监管方法的咨询文件 此类拟益措施的事例包括 第一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 DPTSP不应向一 任何参与数字支付代币DPT服务的零售客户和二 任何人 例如现有客户或名人 提供奖励向零售客户推荐数字支付代币DPT服务 第二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不应向零售客户提供信贷便利 以促进零售客户购买或继续持有数字支付代币 第三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不得与零售客户进行任何杠杆式数字支付代币交易 或协助零售客户与任何其他人进行任何杠杆式数字支付代币交易 第四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不应接受零售客户使用信用卡支付的 与提供任何数字支付代币服务相关的款项 第五 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应确保其客户的资产与他们自己的资产分开 并为此类客户的利益而持有 例如在信托账户或安排中 第六 引入稳定币发行服务的新监管活动 以监管在新加坡发行的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SCS 第七要求提供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监管的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SCS的发行人 持有储备资产 以支持发行的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 储备资产必须以现金等价务或短期主权债务证券的形式持有 至少相当于流通中未偿还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SCS面值的100% 第八要求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SCS发行人的基本资本始终为100万新元或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年度运营费用的50% 以较高者为准 他们还必须持有流动资产 其价值高于年度运营支出的50% 或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发行人评估未实现复苏或有序清盘所需的金额 此外 单一货币挂钩稳定币SCS发行人不得从事给SCS发行人带来风险的其他非发行业务活动 包括稳定币与法币的借贷 质押或交易 2021年9月以太坊创始人V神曾经表示 很多人都搬到了这里 新加坡已成为加密货币社群的中心之一 根据币马威KPMG 2022年下半年金融科技报告尽管全球经济放缓 加密货币仍是新加坡2022年金融科技投资的首要领域 币马威预测到2023年 对以加密货币为重点的公司的投资可能会保持非常缓慢 但投资可能会转向对加密货币活动 具有更强大监管框架的司法管辖区 包括QAMBIS在内 金融管理局已根据支付服务法 为数字支付代币平台 颁发了17项原则上的批准和许可 币安计划再次尝试获得在新加坡提供加密货币服务的许可证 从零售客户转向企业客户服务 迄今为止新加坡的情况目前来看 仍然是喜忧参半 那么香港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 上周四 总部位于巴黎的加密货币市场数据提供商KECO通过媒体表示 计划将其亚洲总部从新加坡牵制香港 原因是香港正致力于建立数字资产行业的全球中心 首席执行官安波斯·巴伦总结的理由包括 第一 香港正在努力制定鼓励增长和保护投资者的加密规则 寻求从FTX交易所等破产事件中吸取教训 同时为从2万亿美元的市场暴跌中反弹做好准备 第二 香港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让散户投资者交易比特币和以太币等更大的代币 种植在保持恒定价值的加密代币稳定币的强制许可制度 将于2023年至2024年建立实施 第三 香港的发展与美国对加密货币的大规模打击形成鲜明对比 在美国在三家银行倒闭后 数字资产公司也越来越多的与传统银行业隔绝 与此同时 新加坡在FTX被淘汰后提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第四 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牌照制度将于6月1日生效 重新一项数字资产行业是重建香港作为尖端金融中心信誉 和吸引人才回流的广泛举措之一 我们可以看出 从去年到今年 香港政府在加密领域的发展的确是稳步推进 从近期在香港举行的各种研讨会和高峰会议可以看出 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围绕政府政策的出台和行业的发展做出积极响应 最后我们谈谈链金方的观点 人们都知道 如今一个城市 国家或地区 要想成为金融中心 吸引资本流入 加密货币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 他们不禁止加密货币 即使不鼓励散户投资 他们也担心对加密货币的过于严厉的打击只会将资金和人才推向国外 新加坡目前正面临这样的问题 但是香港会不会蒙受赢家诅咒 监管机构是否会采取过于冒险激进的方式而导致负面后果 这些问题我们拭目以待中国香港的智慧了 香港与新加坡的监管机构都面临着艰难的平衡问题 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通过竞争来吸引资本 同时还要通过更严格的监管措施确保客户得到保护 尽管这种竞争压力可能造成某种囚徒困境 但采用和执行可提高稳定性的法规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总体说来 新加坡在虚拟资产的监管走在了香港前面 但是受限于经济体谅 总体需要跟随欧美的政策和开放程度 在美国目前收缩虚拟监管的前提下 留给新加坡回旋余地较小 香港作为中西方资金和信息交流的中心 没有历史包袱 可以在未来为全球虚拟资产和区块链行业扮演更重要角色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